神秘村庄与世隔绝不允许红色的出现 里面的人们自给自足 几十年从未踏出过森林半步 今天给大家带来悬疑电影《神秘村》 在考明顿村庄有一个传说 据说森林里面有吃人的怪物 它们长着尖爪獠身披红色斗篷 因此红色变成了村庄的禁忌之色 一旦发现红色就要立即毁掉 不然怪物就会出现进行破坏 当然怪物也不是万能的与之相对 怪物害怕黄色 因此人们会披上黄色斗篷以保安全 村民们一直都和怪物保持着彼此的约定 从未踏足过对方的领地 几十年来村子里一直相安无事 然而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也导致村子越来越落后 因为缺乏药物 许多人得不到医治而病死 村中少年路西斯的母亲就身患疾病 于是他向长老会申请 穿过树林去外面寻找药物 这个神情自然被拒绝了 而最近村子里也渐渐地不太平起来 村中无故出现了许多动物的尸体 它们被剥削了皮毛 折断头骨 这引起了村民们的恐慌 为了安抚大家 路西斯的母亲称 这是一头蛟狼干的 人们相信了这一说法 一天路西斯发现村中的傻子诺亚 从森林里摘回了红色的果子 而且诺亚曾多次自由出入过森林 这让路西斯坚信 只要心地纯净的人 就不会受到怪物的攻击 于是他再次向长老会申请 穿越森林 然而这一次他再次被拒绝了 而且第一个反对的竟是他的母亲 母亲提起 路西斯的父亲曾经去到城中 却被残忍杀害 抛尸河中 提醒他 森林之外处处都是危险 希望他不要离开村庄 路西斯却不想放弃 他试探着踏进森林 没想到竟然真的看到了林中怪物 受惊的怪物在当晚就侵袭了村庄 守夜人发现了怪物的身影 顿时村中警铃大作 人们慌乱逃回家中躲进地窖 而路西斯也在慌乱之中 牵上了心上人盲女艾薇的手 路西斯认为是自己给村庄带来了厄运 于是主动写了忏悔信给长老会 为了平息怪物的怒气 人们穿上黄色斗篷去到林中 向怪物祭奠了许多的家禽 晚上是艾薇姐姐的婚礼 村子里的人全部聚集在一起 欢歌笑语 就在大家跳舞的时候 一阵声嘶力竭的尖叫传来 村里的所有家畜都被怪物杀死 并挂在村民的门前以做警示 有些被打开的门上还写上了红色的记号 很明显这是怪物给他们的警告 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候 路西斯和艾薇的感情却迅速升温 两人很快便决定要结下婚姻 相守一生 然而傻子诺亚知道之后 却愤怒地来到路西斯家 将她捅成重伤 原来诺亚和艾薇从小青梅竹马玩到大 诺亚虽然心智不全 却也深爱着艾薇 得知深爱的女孩被抢走之后 她犯下大错 艾薇抱着受伤的路西斯崩溃大哭 为给路西斯寻药 她决定穿过森林去城里 眼看再也没有借口拦住她 父亲像路西斯的母亲警告路西斯一样 警告了艾薇 可艾薇心意已决不可改变 村里便派了两名青年护送她 但刚进入森林 两个青年便害怕地逃回了村子 只剩艾薇独自在森林前行 此时她想起临走前父亲跟自己说的话 父亲表示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隐瞒她 并告诉她一个惊人的真相 原来林中吃人的怪物是村民们假扮的 怪物传说确实存在 不过那只是书上的故事 逃到这里的村民都是亲人或者爱人受过迫害的人 在他们眼里 外面的人比怪物还可怕 害怕后代子孙会受到同样的伤害 老一辈才利用传说 扮成怪物吓唬他们 只为了将他们禁锢在虚假的桃花园中 途中艾薇差点掉进一个湿滑的大坑 幸好她及时抓住一旁的树藤爬了上来 顽强的艾薇并没有放弃 她继续朝着森林外走去 突然不远处传来怪想 虽然父亲说怪物传说只是书上的故事 可谁也不能确保怪物并不存在 想到这里 艾薇立刻慌乱地往前逃窜 因为看不见 她不知不觉地踏进了一片红花之中 而此时 怪物竟然真的出现了 并发狂似地朝艾薇追来 艾薇凭借着本能开始狂奔 并设计怪物掉进之前那个大坑之中 然而摔下坑的怪物却露出了真面目 它竟是被关起来的诺亚 诺亚在地板下发现了老人们的道具 于是穿上道具追随艾薇而来 却没想到因此丧命大坑 而艾薇因为看不见 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真相 以为摔死的真的是一头怪物 终于艾薇走出了森林 她遇见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 在她的帮助下 艾薇得到了需要的医疗用品 最后艾薇顺着原路返回了村子 成功地救活了心上人路西斯 而至于死去的诺亚 村子里的老人们为了隐瞒怪物的真相 声称诺亚是跑进森林之后 被怪物杀死的 人们相信了她的谎言 桃花源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可是逃避现实真的行得通吗 所有的谎言必然有被拆穿的一天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留言 谢谢观看